現在因為黨中央打算要酬組中央提名委員會 那您會加入嗎 會不會擔心加入了變成2024球員兼財產 我個人絕對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的團隊 團隊只要需要我 希望我站在哪一個位置上 我們都會前一步 昨天您特別談論兩岸論述 為了解讀是參戰2024的宣言 是不是也表示您目前已經準備好了 兩岸的問題是我們前門所關注的 也是身為一個地方所長 身為國民一份子 都希望能夠台海區域穩定 尤其在兩岸關係能夠越來越 經過平等之年友善的交流底下 大家更能夠友善的看待 彼此之間能夠正常的繼續交流 讓台灣跟大陸之間穩定的往前走 昨天黨中央宣布要終止選策會的運作 那你有肯定黨中央這樣的做法嗎 黨中央在面對所有的問題 他們都願意積極快速的處理 在處理的過程我們當然給予肯定 也謝謝主席以及所有團隊 非常智慧勇敢面對所有的問題 也願意去承擔 把全力以赴 現在因為黨中央打算要籌組中央提名委會 那您會加入嗎 會不會擔心加入了變成2024球員兼財探 不管用任的一個什麼方式 我相信紫綺都有一個妥善處理的辦法 最重要我們要讓別人看到不一樣的革新的氣象 如何人民的期待 這才是我們所判的 黨所有的相關的問題 我們都有責任 大家一起共同攜手合作 所以只要我們在大家的共同理念底下 一起努力的往前走 我肯定會越來越好 我個人絕對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團隊 團隊只要需要我 希望我站在哪一個位置上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